有哦 这边我看 这这个蛮有一次 对啦 桃源荣誉国民之家的著名孙国喜翻看相簿 骄傲地指着自己出席对日抗战设立70周年典礼 与当时的总统 国防部长 老朋友以及自己孙子的合照 甚至还有与前英国首相邱吉尔的孙女 前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孙子等人的合影 自17岁那年在家乡武汉投入对日抗战后 孙国喜几乎无意不语 更曾在后来的内战中被共产党俘虏过 但他一路挺过大大小小的战役 直到来到台湾后 才退伍赶卖海产为生 并持续协助训练后备军人堪称老兵表率 日本开战 那个时候我们的青年人 大家一起对二十楼年一起跑出来看 参加 参加抗战 南京三名 南京 九江龙山 九江龙山哦 还有呢 武汉 武汉 长沙 长沙 丁四桥 丁四桥吗 这些都是队狱抗战 这是打仗 打仗 小战的太多了 讲不清楚 现在国民政府 有参加许多战役 被共产党背负三个月 小心翼翼秀出保存良好的民国四十七年退伍令 甚至是民国二十九年的入党党政 不难看出孙国喜对这些文件的重视 高龄一百零八岁的他 虽然腿力大不如前 但身体人十分硬朗 头脑清晰 平常喜欢与其他住民朋友一起坐在长廊上聊天 他套到自己的养生之道便是多喝水 不喝饮料 不过他也对老友逐一逝去感到感叹 9点9点睡觉 10点起床 起床外来走一走 5点多钟吃饭 5点多吃早餐 吃了饭再出来走一趟 聊来了以前我们家里去了 从来一起来打到小麻将 通通都死光了 在这聊天 聊天天今天这个死了 现在没有两三个聊天的 活过一世纪的孙国喜 也在今年民国110年 受到重央敬劳表扬 感谢他的一生为国奉献牺牲许多 如今换国家照顾他 期盼他能继续安心在桃圆荣家 以养天年 好 谢谢 记得刘雨婷 桃圆报导 好 谢谢